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九月十四日早上的車節目 我是林鶴賢 本來昨天天也挺熱 下午市區去到34、35度 今天也不例外 我們預計今天最高的位置 去到33度 一起看看外面的情況 今早早在維港向東望催 天氣也不錯 還見到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各區的氣溫 介乎25至29度不等 雷達影像方面 在半月過後 依然有很多趙雨在內陸產生 看近一點 其實香港在大約兩點多中打後 不斷有些趙雨 由東北向西南掃過新界和大嶼山 為我們帶來一些魚糧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幾乎香港以西地區雲流比較多 香港以東地區相對雲流比較少 我們預計這些雲 經過香港之後 今天日間 我們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上游依然有些趙雨產生 故此今天 趙雨的機會依然不能夠排除 如果看遠一點 在西太平洋上 有二帶氣旋 貝碧加 貝碧加現在集結在沖繩島以東的地區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採取一個濕一偏西的方向移動 大致上是移向華東一帶 故此明天或後天有機會去上海或南京附近的地區的朋友 記住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 看看你的航班會否受到影響 至於香港未來兩三天的天氣會如何呢 看看最新的預報圖 就看到 鄉附近 將會是風勢比較微弱 在微風之下 加上有陽光 溫度會比較高 會是天氣嫌熱的 但這麼熱的天氣 亦都有機會觸發一些趙雨 故此我們未來兩三天 依然會有幾陣趙雨的機會 回到香港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部份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趙雨和雷暴 日間是很熱 市區最高的溫度33度 而生涯會再高一兩度 風會是吹微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未來一兩天 會是有幾陣趙雨的機會 但天氣會是嚴熱的 而去到中秋節和中秋節翌日 陽光可能會比較多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但依然有一兩陣趙雨 這一節明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